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晚上大家上菜上买菜 碰上一朋友 人家认识我 我不认识人家 他说涛哥怎么在这碰上你了 然后大家就聊了两句天 听起来他应该是在学校做老师的 从大陆来 自己就讲他是跟人家讲一些政治 关键是讲一些政治方面的一些可能讲课的内容 具体的我没问 他提到他说涛哥我挺赞同你的说法 认为中国真正的问题就是法律不能独立的问题 法律不能独立的话 一切基本就是假的了 他就社会丧失了一个公平的一个平台 就是大家能够评判对与错 或者说接触事情真相的一个平台 那其实新闻自由同样具有这种概念 新闻本身它也是要揭示出事情的真相 它挖的越深 也就是事情的背后的原因 就有机会披露出来更多 这是基础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比较多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最近据说要学新加坡 习近平要学新加坡 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 当然新加坡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新闻自由 法律本身的独立 你怎么办 这是问题 你建立廉政公署也好 像香港一样 建立任何的廉政的这样的体制 这样的机构 你给他多少钱 你一年给他一百万 但是这廉政公署查的人是谁呢 查的是当官的 对吧 那今天咱当官的挣多少钱 一个村长挣多少钱 一个村长敢占几十套房子 一套房子多少钱 那如果我说挣工资挣一百万 我觉得那相当不错了 对吧 那相当 在美国他也是高薪阶层的 可是不对啊 我查的人一个小屁官 他就能 房子能弄二十套三十套八十套 一套房子就值三百万 我还是农民 我还是贫困户 你说我为什么不用手中的权力 对吧 我觉得这个道理太简单了 所以学什么在党的框架之下 基本都没用 都是为了维护你自己的利益 我说真正维护你自己的利益 可能你不认同 新的干部上来可能不认同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不认同 那你就有难言之隐 原来国内有个广告 难言之隐一喜了之 你喜得了吗 你喜不了啊 因为你惹不起那些集团的人士 年轻的朋友不知道 难言之隐一喜了之是什么东西 问你爹你妈 当时最新 当时的这个广告 全中国全知道 所以在今天的一早上披露出一条消息来 看起来很刺激人 据说国内讨论也比较多 BBC的报道这么说的 中国地方试点官员财产公开引起热议 公布财产 广东高官透露 广东省正分别在一个县和一个区 开展官员家庭财产公示的试点工作 这是广东省纪委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披露的 广东正分别在越北和珠江三角中各选一个区一个县 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 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这种试点工作 多损了这独裁的体制 真的说实话多损了 听起来是个好事吧 是 先拿他的奴隶 先拿他手底下能够控制的 我没骂人家当官的是狗 我没说这意思啊 杀狗 其实就是杀狗 对吧 杀你 让你公布财产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创造形象 我很光辉 但是我们家有多少钱 你敢问 我就杀了你 就这么点事 你们家有多少钱 你说了不就完了吗 不能说 可能有人说怕惹起社会的动荡 那说明你贪的太多了 你自个心里都发怵 是不是这道理 那如果你当官贪的这么多 你心里都发怵的话 扭过脸来 胡锦涛说不走老路 不走邪路 就走你这十年二十年的路 那胡锦涛 你不是说了一句魂球的话了 你怎么说这都是问题 对不对 而广东省公布这件事情 这里头就另有来头 因为前没有车后没有折 车折两头都合不上 广东手干这么一手活 汪洋控制着广东 广东干了一些出人意表的事情 汪洋没上没有进入常委 那现在在他的地方 作为广东省政府干了这么一件事情 说明汪洋不太服气 说心里话 汪洋不太服气 今天的政治局常委的班子 控制不了他 控制不了地方 政治局常委的班子 到现在三个星期 给我们感觉很乱 对吧 我跟朋友们分居过 觉得没有目标 反腐瞎扯 改革也瞎扯 对吧 改革是最大的资本 最大的什么什么 这是李克强说的 说的都是片汤话 说的都是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的话 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的话 意思就是说 那话不能听 听这 听他两个耳头 你可以往里进 你可以往里出 你怎么听他都是两边话 上嘴唇和下嘴唇 所以这话都是没用的话 为什么说没用的话呢 他有难言之隐 他想一洗了之洗不了 那有些网友呢 非常热议的就讨论这件事情 一个朋友这么说 就个人而言 也不是天降馅饼或者中大奖的喜事 凭什么拿一部分人做试验品呢 这话说的非常到位 这显然就不公 何况中国大部分的政策 并不是先有试点才全面实施的吧 涨价是什么点了 房价像火箭一样是什么点了 所谓试点就是当权者既得利益集团自我保护的一种措施 迫于压力先牺牲不疼不痒的边缘小区 实则为贪腐大军漂白转移财产留下足够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其他都是假的 就是依然在欺骗 依然在欺骗 我曾经跟大家描绘过 今天在国内骗人最高的手法 就是举的东西举的例子都是事实 他拿出来的东西都是事实 但是事实有百分之百 他可以拿出百分之六十五到百分之七十五 所以当着掩盖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之后 那一部分事实被披露出来 然后加以渲染 像环球时报这样的哈 笔头很好使 渲染一下老百姓得出来的结果 完全是大相径庭 骗术的最高手 那你应该说宣传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朋友说 无语了无语了 如果真的想干这活 先从纪检委书记干 纵观各国财产公开 无一不是从高官往下走 而拿下级小官开刀 还称是做争当全国的排头兵 这样的花架子 反腐畅联排头兵 不要也罢了 不 党很危险 这党看明白了 对吧 今天常委也看明白了 所以他今天开始杀狗了 杀自己的人 来保住党中央 世界上五大会计师的事务所的中国付出公司 被美国相关机构控告违规 这件事情应该说比较大 因为将直接影响到很多中国公司跟外国企业之间的关系 就是主要是他账目问题 各大媒体第一时间都在报道 BBC是这么报道 五大会计师行中国附属公司被控违规 美国监管当局12月3号控告全球五大会计师行中国附属公司违反证券法 指控这些公司拒绝提供被调查做假账的中国企业的审计文件 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开始对德勒 安勇 毕马威 普华永道 和立信这五家会计师行中国附属公司的控告的程序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说呢 法律上是要求外国会计公司提供所有在美国证券市场交易公司的审计文件 而这些公司违反了这一法律 我印象中挺深的 这个大概多少年前了 有朋友让我那个时候竟帮忙接待这个从国内来的朋友 说国内一个大企业的老板要来到这边玩了 我到机场去接三个人 公司的党委书记 公司的总经理和公司的财务主管三个人 上了车之后跟我说直接奔赌场 到了赌场跟我说你回家吧 回家了 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半到赌场去接 接了 哥仨没出门啊 从北京直接飞过来进入赌场 然后十二点半从这个赌场门出来直接上机场飞回北京 拿的是公务护照 三个人三天撂了五十多万 回家了 所以会计多要命了 那作为美国这个五大会计师行在中国的附属公司呢 我觉得道理太简单了 中国的任何公司一定要找最有名的会计师行给他做账 给他进行这个账务上的审理 这样的话 好办事 什么叫好办事 好蒙人呗 我觉得就这么点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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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